哈囉大家好 我是威廉 在上一集我們簡單的介紹了 六個罐子理財法的思維方式 以及它背後的運作原理 那在今天我會分享 我自己使用六罐子理財法 記錄了三年 我的收支以及我如何編列 預算的報表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進入主題吧 這邊可以看到我是從 2014年的11月開始 採用六罐子這個系統的 那 2015年的時候因為也才剛上手 所以記錄上面會有蠻多 發現有錯誤的地方 也比較雜亂 所以我們直接跳2016年來看 那你可以看到 橫列呢是每個月的月份 從1到12月 然後直列的部分呢就是每一個罐子 那我每個罐子下方呢 還會列出了上個月沒花完的魚兒 那它當然可以延續到這個月 讓你有額外的預算 生活不會過那麼結局 然後還有記錄了 這個月的整月支出 那這個罐子因為 它有在收入的部分 依比例分配進來了嘛 那我就用這個收入 減掉我這個月支出 那就會剩下這個月的餘額 那可以看得出來我2016年的1月 第一個月的餘額是負的 那一直到後面之後 才有些微轉正 那等於是我的生活支出跟我 那一個月的收入分配下來 其實是相當的 然後呢最後呢我設置了一個檢討 這個檢討就是因為我有配合使用記帳的軟體 所以記帳軟體上我可以看到 我這個月有做了哪一些支出 那如果那個支出 我覺得是有一點衝動消費 或我不是很滿意的 我就會在這個檢討上面 特別把它高亮起來 然後提醒自己下個月 不要再做一樣的這樣的支出 那這邊可以看到 2016年的時候呢 我其實把6個罐子分成了8個罐子 裡面多了健身跟慈善這兩個帳戶 那健身呢因為是我的興趣啦 所以呢我每個月都花不少錢 在購買健康的飲食 比如說高蛋白食物啊補給品啊 然後甚至我還會固定的添購一些健身器材 所以它原本佔了我生活費蠻大的比例 那我乾脆把它給獨立出來 第二個的話是慈善帳戶 慈善帳戶就比較有趣了 它原本應該是包含在 贈語或者是給予的這個罐子裡面 但是我對於愛心捐款呢 希望是能做到定期定額的支出啦 所以如果只單一設置一個贈語帳戶的話 我怕會混淆無私奉獻跟做人情這兩件事情 也就是把原本想要捐獻給慈善的錢啊 都拿去做了人情 比如說請朋友吃飯 喝喝小酒或者是送情人禮物 我是給家人紅包 結果到頭來你為了做人情 你還是為了你自己 而不是真的想要去無私的做出奉獻 所以呢我把慈善帳戶獨立出來 就是希望我能夠做到奉獻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對自己的實際收入跟消費情況 有做了不同的比例調整 像原本的六罐子的原型 財務自由收入應該是10% 可是我這邊調整到40% 然後生活支出17% 教育10% 健身10% 玩樂預算8% 長期用儲蓄7% 贈餘6% 慈善2% 那我們先從 財務自由這邊來看 它會提高這麼多啊 其實上面這邊可以看到啊 我的月薪是固定的 也就是41,000元 但是後來因為我的副業收入 有追上我的薪水收入 甚至超過了我的薪水 所以在其他帳戶 花費不到這麼多錢的狀態下 我就把剩餘的金額 統統放進了自由的這個罐子裡面 然後從2014年開始累積到2016年 金額 在這邊有記錄 總共是 喔是這個 餘額累積總共是126萬元 那 我做出樂觀的假設 如果我能在 投資上面啊 獲取 比如說每一年7%的投資報酬率 那 比如說當時我2016年12月的時候 把這個126萬 全部投入穩健型的資產 比如說 房地產的REIT 就是房地產的ETF 或者是一些比較穩健的股票 甚至是購買債券 那等於是我在明年的時候 就可以為自己的總收入增加8萬8千元 也就等於是為自己的每個月加薪7千4百元 所以這個罐子它的重要性就在此 然後呢 再來我們看到生活支出17% 那 可以壓這麼低 當然就跟剛剛說的 我把它跟健身的罐子 拆開來 那有蠻多飲食的費用 我都把它分到了健身的罐子裡面去了 所以生活支出才可以壓這麼低 再來是教育的罐子10% 那我大部分呢 教育罐子我都是用在購買書籍 或者是線上線下課程 在沒有編列預算之前啊 有時候有一些 好幾萬元的實體或線上課程 我覺得很貴 有點花不下手啦 所以 後來教育罐子開始有累積預算之後啊 我心裡大概都知道自己餘兒還有多少 那在這個金額以內的課程 下手去購買就還蠻乾脆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我的餘兒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想要上什麼課程 所以餘兒從這邊8萬1千元 慢慢累積8萬5、8萬9 那有時候可能會買一些書 或者是一些比較便宜的課程 一直到2016年底的時候 其實也累積到了18萬元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的是健身 健身10% 那我會說如果上面的這個教育罐子啊 是關乎於內在跟知識的話 那健身的這個預算的罐子就是關乎外在 又或者是你也可以視為是開了一個新的罐子去支應你花費比較高昂的興趣或一種活動 那我把它獨立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是玩樂預算 玩樂預算的話 雖然這個罐子規定啊 是一定要把每一個月累積的錢都花完了 但其實我還是常常花不完 不過這個賬戶確實給了我一個新的思維角度 就是你不能只是懂得如何賺錢 你也要懂得花錢 我講的花錢不是那種看到很貴的東西啊或奢侈品啊 你就眼睛都不眨就買下手的那一種花錢 這樣也是可以把錢花光啦 但是我覺得真正懂花錢是可以把錢花在讓自己生活品質或生活體驗更好的事物上 那這就是一門學問 那這邊可以看到我的每個月的支出其實都不是太高 所以到最後呢我的餘額還是有累積了5萬多塊 那這個5萬多塊還是可以延續到下一年嘛 所以譬如說如果我明年有比較大型的娛樂活動 比如說去日本旅遊啊 或者是跟朋友去租一艘船去牛奶海然後玩SUB 那我就可以動用這筆資金 那接下來再來我們看的是長期儲蓄帳戶7% 你可以發現啊這個帳戶啊我幾乎沒有支出幾乎沒有 就是偶爾的旅遊小型的旅遊然後還有汽車的維修我把它編列到這個帳戶來 那這個帳戶本來的功用是為了要支付比如說你的房貸 又或者是你可能買了一個新房子然後有大型的家具要買 或者是要買新車 那我這個帳戶裡面的金額都是一直累積的 所以到了後期啦這個長期儲蓄帳戶對我的作用比較沒那麼大 因為累積在這個帳戶中的預算啊其實實際上就還是擺在我的銀行裡面嘛 但是我又不會讓他一直放在銀行裡面一動不動 而應該都是拿去做了穩健的投資啊 所以實際上進入長期儲蓄帳戶的錢就是進入到財戶自由帳戶 那但是因為我這邊有做記錄所以我心裡知道我有這筆預算存在 只是他的金額跟財戶自由帳戶是合併的 那可能直到有一天我需要用到這筆錢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出售我手中的資產或股票 然後用在原本計畫好的地方上 那可以看到2016年底的時候 是累積了18萬元 那這邊有很多我2016年的總結啦 其實看到這些總結覺得還蠻可愛的啦 因為這感覺好像在跟自己對話一樣 也就是當時內心在糾結什麼事情啊 或者是把錢都花在什麼樣的地方上啊 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我們這邊再來看 正宇6%跟慈善2% 正宇的話我絕大部分就是給家人紅包 然後或者是那時候支印當時的女朋友 養黃金屬的費用或者是送禮物 這邊講沒花錢也沒社交 好慘 然後 黃金屬上天堂了 所以這邊給自己的總結就是 花在家人與健康上的錢千萬不能省 那可能是當時得出來的一個心得 那最後是慈善預算 慈善預算的話比較有趣的是 我把慈善預算累積下來的金額啊 不會在年底的時候一次捐出去 我更經常的做法是 這邊累積到一定的金額之後 我會為他開設一個專戶 而那個專戶呢 我也會去做相應的投資 我想要讓那一個專戶裡面的這個慈善的錢啊 有辦法自己去錢生錢 也就是資息 讓他自己去賺足可以養活自己的錢 那我希望有朝一日 這一個帳戶裡的錢可以越來越高 高到那個金額呢 光是可能每一年產出的利息 如果我拿這個利息去做捐贈 會比我一次性就把這些錢就全部捐掉要好 因為說不定有哪一天我再也沒有能力去賺到錢了 那可能我的捐贈就會停止了 可是呢 如果我讓那個賬戶裡面 他有自己有為自己賺錢的能力 也就好像成立一筆基金一樣的話 那當然那個賬戶每一年他就有創造 就是被動收入或者是自由現金流的能力 那就可以去做捐贈 那這個賬戶呢 我到了應該是18年之後就比較少用了 主要是因為啊 我的股票收入到後來是遠高於主動收入了 所以等於每一個月都會去結算股票投資的浮動盈虧啦 也許這個月股票賺的錢被我按比例分進了每一個罐子之中 但是可能下個月股價又大跌 那上個月賺的盈虞就消失殆盡啦 那這個時候我又需要從罐子中扣掉原本已經分配進去的預算 所以我發現好像沒有辦法把股票短期資本利得的收入 作為真實收入來邊境這些罐子裡面 因為它會讓我的財務狀況跟帳上的記錄失增 那我只要知道的是我每年的預算餘額都累積了不少金額 所以呢我知道我的花費總是低於那些金額的 所以就偶爾保持每日記帳APP的習慣 然後呢檢視一下自己哪邊錢花多了就好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 真的年度結算 後面的話 先不用看我們看2015到2017年的部分 可以看到2015、2016、2017年的支出是27萬、24萬跟34萬 那我的支出在那個時候的確是壓得比較低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畢竟當時我還跟我父母住在一起啦 所以我少了許多朋友 比如說北漂族啊 他們可能要自己支付房租的狀況 那我這邊都會做一個總結 總結的最後呢還會再放一個檢討 雖然這個檢討好像常常也沒有去打什麼 然後最後是我的運作政策 運作政策的部分呢 有些是針對我個人的使用規則啦 但是我覺得裡面有一些可以拿出來提一下 比如說像第三點 裡面的金額說實在 如果你真的要抓得很精準 然後跟你的記帳軟體裡面的金額是完全對得上 其實還蠻累的老實說 那感覺就像是會計在抓帳一樣 我覺得不用做到這個程度 所以呢 裡面的金額不用追求完美 因為這些紀錄你只是要提醒自己用的 不是要給別人看的 不是要對帳用的 不用對任何人負責 所以只要金額數字接近實際的數字 你能明白真實的狀況即可 那其他的使用規則的話 大家可以這邊自己看一下 如果有用的話你們也可以參考 另外我們這邊可以看到啊 剛好我在2016年的時候 從8月開始 有一些還蠻不錯的 副業收入或被動收入 加進來這個罐子裡面了 所以呢 後期我的財務自由的罐子 40% 就從原本的19000元 因為當時的月薪大概4萬多塊 然後直接提升到了8萬多元 那你看我的 我的教育跟生活支出並沒有跟上 那這邊可以看到 當時我在2016年的11月12月的時候 有 副業跟被動收入加進來這個帳戶 因為那個時候的 我的投資剛好運氣很好 所以有賺到一些錢 那所以我的財務自由收入 也從原本的1萬多塊 直接增到了一個月7萬9 跟17萬元 那你看 我的生活支出17%啊 這個是放進這個罐子裡面的錢嗎 就直接變成了是3萬跟7萬元 可是問題是我之前的生活支出 大約都是1萬左右啊 所以這筆錢加進來我的余額之後啊 我其實預算變了 突然高漲了 變成10萬元 那其實我根本花不到那麼多錢啊 等於是我 常常必須要調整這一個罐子的比例 才有辦法去符合我現在的現況 所以到後期 我會覺得 6個罐子對我而言啊 算是一種思維模式 但是 你是不是真的適合一直用下去呢 那要看你有沒有習慣 有沒有把這個東西 它實實在在的牢記在腦海中 我是覺得6罐子比較適合 固定薪資的人群使用啦 如果你的收益浮動很大 需要經常調整罐子的比例 那我是覺得 你把它記在信中就好了 那像2016年我的總收入是 薪水加分紅加鼓勵加額外收入是 126萬元 那當時的支出是24萬元 所以等於是我節約下來了 101萬 那這101萬元就全部都放入了 財務自由的罐子之中 那最後也會做一個總結 就是這些支出總共是多少錢 然後提醒自己 就是不同的年份對比 比如說用今年跟去年對比 有哪些金額無端的拉高了 又或者是哪些金額維持得很好 然後呢也要記得提醒自己 像是玩樂賬戶的錢 還是要把它花光 因為你不能光是當個手材奴 既然賺錢了 你就要讓自己生活過得好一點 那這邊快速說一下總結 就是你拿到每個月薪水之後 按你自己的罐子比例 把錢分配進去 那裡面的那筆經費 就是你這個罐子這個月 可以花的預算 盡量不要讓你的 這個月的預算超支啦 因為如果你這個月可以有余額累積下來 你下一個月可以過得比較寬裕一些 那在這幾個罐子之中 比較容易累積的會是財務自由帳戶 教育帳戶跟長期儲蓄帳戶 而這些帳戶正是能確保你未來 可以過得更好的罐子 那比較容易花光的呢 就是生活支出罐子 玩樂罐子還有給予罐子 可是這些罐子也正是確保啊 你現在當下可以過得很好 那要記得在每年的年底 要為自己的六個罐子做個總結 如果你的生活支出經常超支 可是呢你又沒有什麼太多鋪張的浪費 那也許是你該把生活支出的罐子 調高一點點的比例 它可能不是因為你太會花錢了 而是比例分配上面沒有分配好 那像是如果教育的罐子裡面的錢 餘額累積太多了 這個時候你就要加緊的砥礼自己 要求自己去多學一些東西 不要讓自己在原地踏步 然後最後最後最重要的 還是財務自由罐子 畢竟你把錢放在財務自由罐子裡面 它並不會錢生錢 所以你還是要去學習投資理財 如果你以正確的投資思維 去為你的錢做打算 那我相信在明年開始 你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收入有很不錯的增長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會在底下的簡介欄裡面 放入六個罐子Excel的檔案 供大家下載 你們可以自行使用 那如果你還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要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一期再見囉 掰掰 OK